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动作 这个什么动作大家一看就知道就是跪着 这个动作呀你别看它这个动作很简单大家都会 但是它呢它是一个大补肾脏 引火下行心肾相交的绝妙的一个方法 你看我刚才这几句话一说 你就是肝也好肾也好火气也好 都对我们的身体有这么多的好处 而且呢这个动作做长了以后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就是家庭气氛特别好的一个效果 什么效果呢 就是你要长期坚持天天做下去 你呀会脾气越来越小 家里面在一块做这个动作的话 就不会吵架 脾气越来越小 为什么肝火就没了 那么这个动作为什么这么好呢 就是跪着呗 有什么这么好的动作 有些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那我首先呢跟大家归纳一下 有几个非常好的一个功效 第一个功效就是你要经常跪着 它可以我们的便秘就好了 有些人很多人都会便秘的 那便秘很头痛的 想了很多很多方法对吧 那么这个跪呢 你看我这么一跪 这个腿呀 那个腹脏呀 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 那么便秘好了 那么第二个好处呢 就是我们的腿脚 很多人都是腿脚冰凉 那么腿脚都热乎了 这是第二个功效 那么第三个功效呢 就是我们的没腿就出来了 它说腿 因为我们那个气血 跪的时候气血 可以运转我们的气血 所以我们的那个腿变瘦了 那么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呢 是什么呢 跪着跪着 我们的眼睛亮了 人家就说 那么跪着跟那个眼睛有什么联系啊 哎呀 我就跟大家分享啊 那个我们这个跪 跪是在跪什么呢 我们是 我们是在跪那个膝盖 我们就知道 我们只要是 就是年纪越来越大 那么就是人老腿先老嘛 腿先老表现在哪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膝盖僵硬 我们的膝盖的气血不通 为什么我们这个膝盖 这么重要呢 因为啊 我们这个膝盖啊 是一个筋结聚集的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的膝盖 我们就跪着 不是跪腿 不是 它是跪什么 它是跪我们的膝盖 那么膝盖是筋结的 一个聚集的 一个最集中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筋结 最聚集的就是膝盖 那么我们把膝盖这个地方的筋结 把它打开 那我们的气血不就通了吗 对吧 啊 所以我们要 为什么这个方法 能够把我们的筋结打开 就是因为我们的 那个膝盖 是我们的筋结的房子 那么筋呢 又是跟肝脏有什么联系呢 叫肝阻筋 那我们的筋打开了 我们的肝脏就越来越好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了 我们这个动作 虽然看起来简单 做了以后脾气好了 眼睛越来越亮了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都知道 肝阻木 肝阻筋 筋打开了 肝好了 眼睛也好了 你看 这么多非常好的效果 对吧 那么 那这个跪 我们怎么个跪法 大家都知道跪 那么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怎么个跪 首先跪呢 有 我跟大家介绍 就是很简单的三个方法 就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 就是跪着 跪着呢 我们一般都知道 跪着就是这样 你看 就是这样跪着 这个呢 就是跪着的动作 跪着最好是 就是这个地方 直脚一点 就是背要直 脚也要直 但有的人可能一下直不了 没关系 我们能够 做到哪一步 就哪一步慢慢来 这样就这么坐着 就这么跪着 就OK了 很放松的跪着就OK了 这是第一个跪法 那么第二个跪法 就直接坐下去 就这么坐下去 就两脚并拢 就这么跪 臀部坐在腿的后跟上 就这么坐着 这个一般呢 就是我建议大家呢 就是我跪的时候呢 比方说我在干什么 就是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就把它放到我一个 那这地方放到这地方 我就站着 我就开始做事情 就不影响 又锻炼了身体 事情也做了 一般跪呢 最好是跪三十分钟 这是第一个动作 那么第二个动作呢 我跪着跪着呢 我觉得呀 我觉得好累 那么我就坐下来 你看坐下来 对吧 坐下来就是 就这么把臀部 就是坐在这个 自己的那个脚的后跟 这个地方 就这么坐着 坐着自己 可以看看书啊 干嘛 那么第三个工作呢 就是跪着 往前走 你看 往前走 往后走 往后走 往前走 往后走 好 这就三个动作就结束了 但是呢 这个呢 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个 就是我们一定要 就是最好就可以 你看我这个就是瑜伽垫 在家里面 弄个瑜伽垫 因为如果家里有地毯的话 就直接地毯上就可以 但是如果要是在那个 地板上的话 因为地板上比较硬 你会觉得 你这个膝盖有点受不了 所以最好是有个瑜伽垫 这种那个 自己感觉就非常好 这个动作呢 看似简单 坚持下去以后 有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这简单的 这三个动作 它可以把我们这个 腿部的筋结 和腿部的气血 全部的活动开来 气血就非常的通畅 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们身体不好 都是因为气血不通 对吧 气不通 血不通 病就来 我们把气弄通了 血弄通了 他就没病了 所以我们 总是说我们身体 有强大的治愈功能 什么叫治愈功能 只要气通血通就没病 所以一般中医 他们不讲究什么 这个病 那个病 那个病 他都是说 你的气血不好 循环不好 引起了你一些症状 这就是 病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 很多人就说 你这个动作蛮简单的 那我们什么时候做呢 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最好是什么时候做呢 就是我们晚上的时候做 晚上比方说 我们吃完饭以后 然后呢 全部把家里面的活干完 收拾完了 我们就可以一天忙碌了 一天就放松下来 有些人比方说 我们一家人可能会围坐在一起 看电视 这个时候 看电视的时候做 我觉得是最好的 整个这套动作呢 最好是 一个小时 十分钟 我刚才说了 就是第一个 就是 就这么跪着的时候 看电视 我就跪着看电视 跪着看电视 跪着 跪多长时间呢 我就说跪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跪完以后呢 我们就坐着跪 然后也是三十分钟 然后呢 三十分钟完以后 这不就一个小时了吗 然后最后一个动作呢 就十分钟就够了 也就是 就是走一走 就这么走着跪 前面走两步 后面走两步 实际上你在跪的 这个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的话 你这么前面后面走一走的话 也是一个放松 也是一个舒缓和放松 那么一个小时十分钟 这个 就这个运动就结束了 而且你在 有的人说 我可能这么坐着半个小时 我受不了 那么你可以 这么坐 就是 就这么 跪着十分钟 我就坐着十分钟 然后又起来 跪着十分钟 坐着十分钟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你自己去调节了 也就是说 你要每一天坚持 做一个小时十分钟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 其实看电视的话 一个小时十分钟 很容易就到了 因为你要看个电视剧 或者看个什么电影 随随随便便都是四十分钟 一个小时了 所以很容易 既娱乐又健康 而且一家人在一块做 有什么好处 大家全部锻炼 一家人锻炼以后 其乐融融 大家脾气都变好了 身体也强壮了 所以这是一个 既能够锻炼身体 又能够让一家人 能够在一块 其乐融融锻炼身体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然后这个方法呢 最好是呢 我说的就是晚上 但是晚上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 就是你就是全部 就是我说了 吃完饭 收拾完以后 洗漱完毕以后 再跪 因为什么呢 你跪完以后 你气血在循环的 比较通畅的情况下面 你再去洗的话 实际上对身体不太好 所以全部洗完以后 然后跪完以后 跪完以后呢 就上床就平躺 然后再 你如果有一些 瑜伽的动作 再做瑜伽的动作 放松 然后就躺 躺在床上 你就很快会入睡 因为它是一个 很放松 而且很循环的 很好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说不定有些人 比方说喜欢失眠的时候啊 这个动作做完以后 一躺到床上 一会儿就睡着了 所以最好是 比方说八点半 到九点钟的时候 来做个一个小时 做到九点半 或者十点钟 就活动 放松放松 然后上床睡觉 这个效果就特别的好 所以说呢 虽然跪 我们都说了 很多人说 我们那个膝盖下面 有黄金 不能够随便跪 但是我们这个跪 是跪出健康 跪出快乐 好 今天的三个跪的方法 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贵的开心 贵的健康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